我们今天说放下 说不放下 都是空话 为什么呢 这个境界你也没看见 你怎么个放 那修行从哪里下属 张家大师教给我 就从看破方向下属 看得破放得下 看得破 也是一点一点 正常的 放下也是一点一点 慢慢来 决定 不能疏忽 真正修行人 就是看破帮助放下 放下帮助看破 鱼看破不止住 鱼放下也不止住 你在真干 真干你自己了解 烦恼一天比一天少 这一天比一天不容易 你功夫不到家 你会感觉一年比一年少 这就有进步 一年一年来观察 然后观察 然后观察 一个月 一个月来观察 最后能观察到七天 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 那就非常有进步 一个星期 比一个星期 少 烦恼少 一个星期 比一个星期 多一点 智慧 烦恼清 智慧就增长 智慧 耳目聪明 我从前看 看多少年没看懂 现在一看懂了 自然明白了 我也没去想它 没去研究它 自然懂了 智慧 一个 一年比一年提升 烦恼就是 对一切法 妄想分别之处 一年比一年 轻松了 这个里头产生的 欢喜 发喜 充满 你真正体会到 孔夫子 在论语里 头一句话说 虚而实习之日 不亦悦 什么是最快乐 干这个事情最快乐 这就正功夫 那我们今天自己观察自己的这个习性 确实顺于知识分子 那知识分子用什么方式来帮我们看播放下 读经 是个好办法 读经怎么读法呢 就读一步行 不能读才读 读再度会搞砸了 搞乱了 就一步 一步行呢 首先你试验一下 是你 不要换样子 是你 每一天 读的变速越多越好 读经是说 读经是训练我们看播放下 就用这个方法来看播放下 我们读这一步经 念头集中在这步经上 妄想咋念不就放下了 少了 有妄想有咋念就念不下去 所以这个方法好啊 古人告诉我们 读书千遍 其一自见 那个其一自见 就是开悟 也就是我们讲的看播 千遍是生 千遍是放下 一千遍 这么长的时间里头 你就妄想咋念 少了 放下了 心慢慢定下来了 不会心浮气躁了 你表现得很稳重 很沉着 浮躁的吸气 丝毫都没有 这叫功夫 儒家叫涵养 越是在混乱的 这个场面里头 你欲沉浸 行事处 你有智慧 你对于混乱的局面 看得很清楚 知道他的因 知道他的云 知道他的苦 知道他五亿后的保 统统清楚 那么你处理问题 就不会有 差错 就怕问题 一心情 心乱了 那就会有错误 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那么后面越来越麻烦 今天整个世界 社会乱成一团 什么原因 真正原因 就两个字 浮躁 造成这个局面 那么对之 用什么方法对之 在佛话里面讲 定会 就能对之 定是放下 会 就是看破 张家大师 说的话很简单 意思很深 不忍耐